請主席宣布開會 請宣布上次會議事錄 議法院第九屆第七會及司法及法治委員會第十四全體委員會議會議事錄 等一下 議事錄宣布完再處理 好了請坐 下午2341分2427分地點本院紅紅三年會議事 出席委員委員 請坐 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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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政府次長蔡佩蓉等人主席 專輯報告事項宣布上次會議事錄 決定確定討論事項 讀認為審查議員 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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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會議 委員 理事錄 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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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 議事錄 議場 議事錄 所提修正令均保留送入冤位处理 4. 增定定11章之一章名及194条之一 即是第194条之15均不予增定 5. 委员洪忠义等16人提案第286条不予处理 6. 本案审查完均理据审查报告提醒 认为公爵续交由党条协商冤位讨论时 由段教继委员以刚出席说明 7. 条次引述条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语 设计主席议事人整理 8. 委员资讯署要求提供相关资料获以署名答复者 请加上金丹金塑胶 塑胶各别文位及本文会讯录完毕 好 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事有无错误或遗漏 如果没有的话议事确定 好 哪一位要发言 坐在位置上好不好 我们请省之会委员先 第二个是我 登记一下 好 我们先来 请省之会委员先 其他的依序登记 好 主席要 每一位发言时间两分钟 两分钟加一分钟吧 二加一吧 两分钟 好 主席 本院委员 各位列席官员 我想今天首先程序问题 第一个 行政版本今天是第一次拿来 按理说 照立法院正常的议事程序 今天的会议应该还要加了哪些委员会的委员 在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今天应该要寻答 第二个 今天的各个单位 你看我们有国家发展委员会 国发会应该属于经济部 文化部 文化部应该属于教育委员会等等 所以本席是建议今天这个会议应该要停开 因为这个条例里面所涉及的部会相当的多 而且不是我们一个司法委员会所能够涵盖的 我们也晓得透过这个今天的这个政治档案条例 跟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这两个条例就是所谓国民党的条例 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党 一个执政党在野党 这种立两条专法来作与追杀 赶尽杀绝 甚至罔顾所谓公平正义 如果今天我们的政党政治的话 为什么民进党成立至今 应该有二十年吧 二十几年 为什么民进党不在这个规范之内 而且就针对性质 针对中国国民党 现在我们的政党有三百多个政党 一个执政党 全世界有哪个执政党 针对最大在野党 立两个法律 来予以追杀 而且只管这个在野党 而自己本身不在这个条例管束之内 如果这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会有这样的行为 我们认为可耻 可耻可耻 真正的 土法不足以自行 民进党在内吗 民进党不是政党吗 政党只有国民党还叫政党吗 所以在这个部分 本席认为 今天这个举行的 委会不对 应该要 司法 经济 文化委员会 联系审查 只有本委员会的审查 这是第一不当 第二个不当是 今天没有做巡答 也是不当 因为行政院版本 刚刚送进来 虽然本院也有 林昌作文也有提出 这个新的版本 前面两个版本已经进入巡答 那是委员的巡答 委员的提案 也有巡答 但是 真的行政院版 难道行政院不用让我们 问个清楚 讲个明白吗 怎么杀死我们 理由是什么 心态是什么 手段是什么 我们不用知道吗 所以 我要说主席啊 追杀何其残忍 何其快 也不要忘了 这个在十个月后 入死谁所不知道 不要这样追杀 民主法制不是 你报仇 我报仇 然后用这种追杀方式 本席 七夕以为不可 拜托 今天的会议 今天要停止开会 谢谢 那个我们程序发言登记到9点20分 那我为了 这个不要浪费各位时间 这个 不不 我先说明一下 所有人说的这个 要不要巡答 这个我们可以讨论 我们等一下来讨论一下 但是不好意思啊 交付给司法委员会 这不是司法委员会决定的 这个 这个在院会做的 院会交付 那院会交付 那我不晓得当时是怎么处理 那我们就退回程序委员会 这我们没有办法 退回嘛 交付给司法委员会有权力 第二位请 赖世保委员 好 谢谢 我们具体的诉求就是 今天不可以进入竹条 今天不可以进入竹条 大家看一看 过去的历史 因为只有在本届的第一个会期 讨论过 讨论过 有没有你的版本 林静逊的版本 没有行政院的版本 主管单位是谁 主管单位是今天在场的 国发会陈主委都在场 我想国发会应该发出不明之声啦 请陈主委要跟我们站一起啊 对不对 他不尊重你们啦 你们的提案今天才到 没有讨论 然后就进入竹条 算哪门子的嘛 对不对 这个请问 有没有你林静逊代表行政部门吗 他是立法委员耶 行政部门的代表主管机关是陈美龙 陈美龙 陈美龙 陈主委今天在在场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的要求很卑微 请段主席啊 第一个 陈主委也在场了嘛 给我们寻打嘛 给我们寻打 寻打之前不要进入竹条 不要进入竹条 第二个 你说 比当经济委员会的委员应该列为 列为出席 而不是列席 这个可以做一个补救嘛 我们党团等一下就提案了 我们党团等一下提案了 事实上交演会也有关系 但是最少经济委员会联署 刚才主席说这是院会交付的 但是我们委员在这里 党团在这里 我们有权利提这个 我们也希望 主席能够秉公处理 这个案子可以讨论 但是不是这样讨论 不是这样子进入竹条 第三个 大家都了解 这个是处撞会的最后一块拼图 处撞会的最后一块拼图 就是追杀国民党的最后一块拼图 就是政治档案的相关的东西 处撞会 到现在还没有主委 处撞会大家都知道 他叫东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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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厂列的 我们要这样子逐条讨论吗 那就真正的这个讨论 如果这样今天讨论 那真的是国家的悲哀啦 就是居然东厂可以决定一切 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立法院可以解散了啦 这个请主席啊 最少最少卑微的要求 让我们打巡 好不好 谢谢 谢谢赖世保委员 接下来请吴志阳委员 好谢谢主席 我先就程序面 来做一个质疑 第一个就是这个政治档案法 当然在105年的时候 在本委员会 曾经有寻达过 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希望 等行政院比较完整的版本 送上来 再让大家讨论 那今天如果 没有寻达就进行逐条讨论 这是违背当时大家共同的一个认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可能在刚刚我想 也不是主席的错啦 因为那个可能是 院会交付的 院会交付 但是因为可能是根据上一次 上一次的这个相关条例 是直接由司法法制审查 那这一次我们一看到 现在看到内容 他的本条例的主管机关 是国发会 那国发会 基本上他应该 他是主管机关 他应该就要跟经济委员会做联席 另外第二条的第二项 大部分很多的事情 都是要由文化部 会同相关的机关办理制 那教育文化委员会 也没有在联席里面 这只是一个 这样子一个质疑 就是说这个案子显然 在院会交付的时候 是一个错误的交付 所以我们要求 在程序上 主席应该做个财势 今天不要进行审理 应该退回 让院会做个处理 交给适当正确的 这个委员会 包括由司法法制 经济 以及教育文化委员会 三个委员会 内政委员会 四个委员会 来联系 这样子才是一个 正确的一个程序 另外就内容来讲 我们非常反对 这样子还是这种 跟促转条例一样的 这个一个针对性 太强烈了 它的时间点 切的时间 不包含日制时代 也不包含 起委员以后 现在甚至还有很多的 独裁的政权 正在实施独裁中 好的相关政治法案 为什么不在里面呢 还有各个政党 你针对中国国民党 来进行的这个追杀 合理吗 这样子的条文 经过促转条例 大家的反省以后 还要再做一个 新的促转条例吗 所以我觉得不论 在程序 在实质上 现在都不宜审查 这个法案 所以希望招委 悬崖热马 放弃这个政治追杀 我想今日就不要再继续审 然后提交院会 来把这个处理 谢谢 好我们接下来请江启辰委员 好谢谢 刚才前面几位委员 我想都针对程序面 做了很详细的说明 第一个这个 在交付委员上面 已经出现了错误了 那为什么错误 当然跟一开始 这个第一会起的时候 优美女版本 跟林俊逊版本 他放在司法法治委员会里面 可是现在行政院版本进来 行政院版本的主管机关 叫做国发会 那国发会并不是在 司法法治委员会里面 主要的这个 夜管单位 应该是在经济委员会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交付上面的程序上面的问题 我想主席应该很英明 你这个也重视程序上面的正义 还有整个立法程序的完备 就这一点来讲 我想主席甚至应该自己主动就要求 这退回去重新发落到不同的其他委员会里面去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是行政院的版本 即便第一会起 有针对其他委员会的版本做过巡答 可是行政院版本代表的是行政院的立场 还有执政党的立场 难道不应该重新的巡答吗 更何况他的立法内容 涉及到相关的其他部会 包括文化部 包括促转会 甚至内政部 等等的夜管到政党的这些部会 那本来就应该重新巡答 否则我们怎么知道你今天 国发会主委你提过来的这个档案 你的意见是怎么样 难道就直接跳过审查 就跳过咨询 然后就进来审查吗 这在程序上也严重违反了立法上面的一个正义 甚至在召开公听会都不为过 因为多了行政院这一个 比较相对 相对来讲代表 代表整个政府立场的一个版本 所以在程序上面我们坚持 我们要求应该要退回程序 重新来决定是由哪一个委员会 那跨的话应该要联席 所以应该是重新的巡答 而且是要联席的审查 这不过我想我们党团们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那内容面那就根本不用谈了 因为如果今天行政院的版本就这样进行审查的时候 那等于 让少数党的声音连讲话的余地都没有 那我们等于是怎么样 这里阉割了立法院的职权 我们等于所有的立法员自我放弃监督 跟审查的一个权利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对选民来交代 更何况这里面条文提到说 谁来建立所谓的政治档案 政治档案法里面最重要就是什么叫政治档案 结果这里面居然写着促转会 这个促转会到现在 连主委都还没有重新的认命 而且自认为是东厂 你怎么可以还交由他来认定什么叫政治档案呢 那这样的立法 这叫什么立法 这不只是针对性立法 这个等于是立法院自己本身的自杀行动 怎么又这样子来立法了 而且整个忽视民意嘛 所以我们要求 这个应该重新退为程序 再重新去发落看是在哪一个委员会 联席来审查联席来咨询 谢谢 好谢谢 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 主席各位委员 这个法律 这个主管机关 这个主管机关在行政院的版本 就是国家发展委员会 既然是国家发展委员会 因为它也不是组织法 过去组织法 当然会要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它不是组织法 它是一般的法律 它是政治档案条例 所以它应该 就应该要在这个 这个经济委员会来组审 然后涉及到文化 的话文化部的话 就是教育文化委员会来联审 如果涉及到 司法法治委员会 当然就要联审 所以因为组审是 那个经济委员会 因为国发会 是一个在经济委员会 所以这个很清楚 所以像党产条例嘛 也不是司法法治委员会在组审 是在内政委员会在组审 所以这个部分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必须还是要这个体制 包括体力 包括过去的惯例 包括我们立法院的一个制度 都必须做这样的一个 非常清楚的一个来处理 所以我是建议 既然国家发展委员会 是这个法律的主管机关 就应该由经济委员会来组审 所以我们应该要退回去 建议这个宴会 重新交付来审查 以上 谢谢 接下来是请 这是哪位 郑运鹏委员 好谢谢主席 各位委员 其实在看这个政治档案条例 刚才主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那行政院版来了之后 要不要再寻答 其实这可以讨论 但是如果刚才听 国民党的朋友在讲 就是说除了要求寻答之外 还附加的要求是说 不能够进入组条 那甚至是说不能审查 要退回院会 退回程序委员会 这种不是程序上面 本委员会可以处理都讲出来了 那重点就是在心态 那心态上面 我看国民党朋友 可能也不愿意寻答 那刚才我一进来的时候 就听到很多委员先进 这对政治档案条例 就当作追杀 那如果我们以行政院版的内容来看的话 你们要看的内容是什么 行政院版其实没有罚则 它的确就在处理我们转型正义里面 可能是最后一块的政治档案的公开 让当事人跟他的家属 可以看到他们当年被 怎么样被威权政府追杀的档案 让他们知道真相 让他们可以被调查整理 然后收集及研究 作为中华民国 作为台湾未来 在这种事件 政治事件上面作为参考 以鼓见尽吗 所以这个政治档案的条例 那既然是这样的目的 那我相信各位身为民意代表 我们在选区里面 在我们服务的国人里面 一定都有被迫害的对象 这些对象也不分省级 不分族群 包含在眷村里面 也有很多被迫害的对象 那在去年10月 促转会所恢复名誉里面的事件 包含监察院里面 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 所提出来的陆坑事件 都一并做了恢复名誉 所以我请各位委员先进 尤其在党的朋友先进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那寻答没有问题 进入逐条 当然也是委员会该处理的 那至于你们要用程序上的 任何方式杯葛 这个只是你们凸显了 你们心态 不愿意过去再追杀这些 连再也都说不上的 中华民国国民 台湾人民 在追求他们的权益的时候 被当年的威权政府追杀的事实 这个是现在我们应该 还他们权利的 也希望你们再考虑一下 好 谢谢 我们现在程序发言截止登记 接下来请林毅华委员 好 主席 有关于这个政治档案条例 或政治档案法的部分 的确我们看到在程序上 因为刚才单说 在比较早之前的时候 委员提案的时候 曾经做巡答 但终究因为行政院提案 才刚刚进来 那尤其对我们都知道 最近其立法委员的结构上 不要说结构 起码有些委员是有做一些调整 像包括说很多新进的不分区 也好 或是区立委的重新的补选 所以我们认为都应该要让大家有在讨论的一个权利 或在答询的一个权利 所以建议应该还是要回复到 能够让大家能够就内容条文的部分 应该要有答询的机会 再来呢 如果以我进来立法院 的确到司法文会来是很怪的 因为既然主管机关是国发会 怎么会是在司法法治文会 那刚刚听前辈的说法 应该是当初院委员提案是提在这 但是我们认为既然在立法院里面 如果要进到讨论 我们还是认为应该回归到 原来应该要有立法院的进行的程序 而这才是一个所谓的程序正义 或是我们说的 我们应该要回到哪文会去讨论 以及呢 在相关的联席的部分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教育文化文会的成员 那我看到其一条文来说 他也提到了文化部应该是 除了国发会 除了文化部 也是重要的我们部会机关 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有联席审查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那这是有关于程序上 我们希望可以退回 重新看要如何来进行联席审查 以及应该要让委员有针对行政院提案 来做一个答询的一个机会 那另外呢 因为我们也提到条文的部分 当然我想如果要讨论 可是问题是 这条文还是一样的 跟之前不管是我们相关的法令里面一样 都是针对性很强 看到是针对民国34年到81年 那这就是针对我们中国国民党嘛 以及呢 还有后面看到 就刚刚有提到政治档案法 如何来判断政治档案是要由促转会来决定 那促转会现在连主委都没有正式的主委 那这样的法令到底还要不要进入到讨论 都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谢谢 接下来请童慧珍委员 主席啊 我的意见也是一样 这个专法啊 刚刚那个郑运鹏委员讲得很好 不是我们的心态不正确 而且这个法本来在台湾就非常有争议性 再加上之前的这个转型正义啊 这个我们反对立这个专法 不是反对真相的追求 是因为这个手段要符合比例和正确 那今天我们要求退回或者是 退回程序委员会或者是今天要要求这个 这个寻答都是有它的意义所在 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发现来的这个委员会 很多这个法应该有关系的 包括经济或者是包括这个 教育文化都应该要列在这些 列席的这些委员会里面 我觉得这样才能够全面性 所以我建议这个主席应该今天 觉得应该要修会 就这个会不要再继续开下去 退回去程序委员会重新来评估 然后或者是另设一个时间来让大家寻答 对这个法比较了解的情况之下 要不然原来的草案呢 这个一刀切这样的划分很粗糙 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如果没有经过巡答来厘清的话 我想这个法也没有办法 真的是厘清让大家来到这个 所谓你们希望的这个目的 好不好谢谢 好 谢谢接下来请曾明中委员 好 谢谢主席 其实这个法案到底由谁来审 其实越来越过去长期 有一定依据跟惯例 但是各位先进 你们不妨看这条例 行政院的版本第二条 第二条明文规定 本条例的指管机关 为国家发展文会 政治档案之征集整理保存及开放应用事项 由国家会档案局办理之 政治档案之研究出版展示及教育推广等事项 由文化部会同相关主管机关办理之 那既然主管机关是国家会 那国家会 其实过去他主管机关的法案 都是归经济文会 所以本席建议 依照过去6LA的惯例 跟过去硬制 硬做多年的相关的体制 将这个法案 退回程序文会 改交经济文会来指寸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陈云正委员 主席 本席是主张这个条例 退回这个程序文会 刚刚我看到我们国发会 给我们的这个报告 上面写说 要透过这个条例 透过档案与全民对话 促进和解 凝聚社会的团结与和谐 我觉得这个条例 它的这个完全 这个立法完全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 首先它的时间限定在34年跟81年 这个如果 如果我们这个民进党的委员 觉得说这个 政治党案法是重要的 这个威权心态是不可得的 那事实上 直到今天还是有威权心态的存在 我们从最近的这个新闻自由 那个NCC这个开阀 还有最近这个 公股 那个 公股那个 那个航库人士的调动 都在在的存在威权主义 所以我觉得这个 首先时间上就是不对的 没有针对一个特定的政党 不可以针对 一个国家的立法 怎么可以针对一个特定的政党 针对一段特定政党执政的时间来立法 要么也是前段 从前到后面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 这个法律是重要的 所以本期主张这个退回 第二个 这个既然这个法律这么重要 这么需要的在全民来和解 那我觉得全民的这个共识也是重要的 那之前我们办这个 促转条例的时候 有办了五场的公听会 所以本期主张 这个政治党案法这个 也是要应该征求全民的共识 先办几场公听会 公会办法以后再进入来 进入到我们国会来讨论 这样才是符合真正公平正义的要求 这个针对 针对这个特定政党 特定时段这种追杀式的法案 不会让全民和解 现在国家需要的不是定政治法案 现在国家需要的 全民都在期待的是拼经济 请大家 还有金主席三思 谢谢 好 接下来请许一元委员 好 今天这个司法法治委员会 要处理这个政治党案条例 那久度从刚刚几位委员 发言的这个内容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条例 其实要去处理的 涵盖各个许多的面向 包括教育文化 包括这个刚刚有提到的经济委员会 所以是不是要在今天这么急着 要让他过 我想这部分希望去纳入各界更多的一个讨论 那另外一部分我想也分享一下我这边的一些资料 包括对于各自保护跟资讯公开的一些冲突 那其实个人资料保护法第四条规定 当事人就其个人资料 一本法规定行使下列权利 不得预先抛弃 及特约限制 查询或请求阅览 请求给予复制本 请求补充或更正 请求停止收集处理 或利用 请求删除 那所以公务员未经当事人同意及公开各自或容许他人 个人去阅览跟复制 恐将处罚 所以在政治档案公开上面 其实在各自上面 我们是不是要也是进行一个讨论 那到底什么样的政治档案 作为一个被认定的一个政治档案 我想这部分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来去讨论 那另外是其他国家的做法 其实以法国来说 它的公共档案 私人档案 历史档案 作为一个区分 并没有所谓的政治档案 所以这部分其实可以去做一个 好好的一个思考 说是不是要用一个标签式的做法 能够让这个全民有一个 比较好 而且比较正确对历史的一个了解 那另外丹麦或者是德国跟意大利 如何处理民间持有的政府档案 其实这个部分也引起当时 这几个国家相当多的一个讨论 那但是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完全 在这么快的部分用这个法去处理 那我觉得其实应该要好好的来去讨论 那其实对于这些有历史意义的 这些档案的认定 其实虽然可以以国家的这个高度 然后去认定它为某一个时代 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档案 那但是对于这整体的一个认知啊 还有讨论的范畴 谁拥有 然后谁是这个档案的所有者 还有如何处理的部分 还是希望各界能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讨论 以上谢谢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请管碧林委员 好 主席各位同仁 首先我要说的是 行政院的院板进来 我感觉各位完全是误解跟误导 没有罚则的法律和追杀之有 我无法理解 所以一再地认为说 这是一个政治追杀的法案 事实上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事情 它相较于之前审过的委员提案而言 反而是没有罚则的一个草案 所以各位如此有如今公之鸟 实在是令人不解 另外就是如果说要说历史的话 严格下来 曾明中委员讲的要谈这个历史的话 延续下来就是在这个委员会审嘛 所以今天是继续审查 应该是没有什么疑虑的 那本席是认为说 这个法案其实是有它的急迫性 一方面是大家看到 就是很多真相的调查 或者是人权的保障 这个需要频繁的是案件 基本上对于档案的调阅 一直都遇到很大的困难 所以需要一个法律来促成这个档案的 征集保存调阅 是非常需要的 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 在102年12月的时候 本席抢救了一批档案 那是207册这么多的军情资料 政治大学呢 去借阅了很长一段时间 放在政治大学的图书馆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要专攻学术之研究 那学校对于学术 学术单位对于学术之研究 对于政治档案之需要可见一斑 这207册的军情资料 在政大借阅期满的时候 我们的军情局竟然不经解密 就要直接销毁它 我当时是很努力的 把这207册的军情资料 抢救下来 换句话说 对于档案或者是政治档案 各部会自己所业管 所管的所有的档案 没有一个法律 无法建立一个保存的秩序的时候 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历史资料 就这样子被毁气被流失 所以大家不要只看到 只看到促转的这一块 大家看到学术研究的一种 普遍性的需要的这个角度来看待的话 这个法还是有它的急迫性 你看102年12月 这207军情资料如果被销毁怎么办 那102年到现在已经又过了多少年了 我们到现在一个政治档案的保存 应该要有的法律都还没有 所以我想希望还是大家能够 用一个开阔的胸襟来看待这件事 谢谢 谢谢各位的程序发言都已经发言结束了 那么不好意思 程序发言都已经结束了 那这个主席做以下的这个处理 看各位的意见 第一个 这个跟各位说明 这个议案交付到司法法治委员会 并不是司法法治委员会决定的 是院会交付 那院会交付 先后交付了四个案子 那么其中呢 有两个案子呢 是已经寻答过了 那么 但是这个各位 我要跟各位说明 今天不是行政院的版本 才把主管机关列为 这个国发会 四个版本的主管机关都是国发会 所以 在2016年第一会期交付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提出反对 没有任何政党提出意义 所以就交付到司法法治委员会了 也已经寻答过了 所以现在各位要用 行政院版本 把国发会列为主管机关 作为理由啊 那当初 有两个机会提出来 第一个 在院会交付的时候 每一次院会交付 每一个案子都是分别交付 各位都有机会提出不同的意见 但是没有提出来 第二个机会 是 在上一次在司法委员会 要处理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行政院的版本 那么也有提出来机会 但是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党 任何一个委员提出来反对 所以这个 我不是反对各位的意见啊 但是这个显然不是我们可以处理 这个 这样现在处理也不合逻辑啊 那我们过去的处理 那要算怎么一回事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各位把这个箭头啊 好像这个法案是针对国民党 那这里面 所有的版本 这个行政院版本里面 从头到尾没有国民党 中央国民党这五个字啊 讲的都是政党 那当然 对不起我讲完 你政治党案里面 写得太清楚了 你的定义吗 不是啊 就是政党嘛 政党所保管 那如果今天 民进党有保管 这个符合这个定义的 政治党案 那当然民进党也应该要交出来啊 好 时间点 让我说完 让我说完嘛 好不好 那各位如果对时间有意见 对法条有意见 逐条的时候 当然可以讨论 第三呢 我来处理寻答的部分啊 这一点啊 这个主席不知道 各位有这个强烈的要求啦 那我们在这边重新处理 我们今天的这个 等一下我们会休息 休息时间 请各位依照签到的顺序 去重新登记寻答 那么本委员会优先 那么本委员就是要法律委员会优先 反对刚刚已经讲了 这是程序问题 你要先处理 怎么可以处理财力的 我要寻答呢 反对 这个也是各位的要求嘛 那等一下如果 这个提案 如果这个提案通过了 这我手上 这边有个提案 如果通过了 我现在是先宣布 这个提案如果不通过 我的处理 好不好 大家要求都是退回程序委员会 让我讲完嘛 这各位一开始 赖世保委员 第一个 这个包括赖世保委员也提出 要寻答嘛 否则对陈美林主委 他替陈美林主委抱不平嘛 大部分的委员都提出 要退回程序委员会主席 我们处理寻答 大部分委员要看这个委员会 等一下 等一下 刚刚的退回程序委员会 我跟你两件讲的 过去的错误不代表 今天要跟着错误走 等一下 重新开始登记的时候 本委员会就司法法治委员会 的委员 错误的院会 错误的决定 不能代表现在要继续错误下去 必要的时候得延长两分钟 非本委员会 好 那我们先来处理提案 反对 反对处理提案 反对处理提案 我要处理提案 对吧 那你先坐嘛 我们的主张都是退回程序委员会 你先坐嘛 对这个 提案处理完 提案处理完才会登记啦 好 请宣读提案 我们宣读提案 针对本日审查之政治档案条例草案相关内容 涉及业务与内政经济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业管机关为求立法程序完备 本案应退回程序委员会 改交经济司法及法治教育文化及内政委员会联席审查 提案人 委员吴志阳等 宣读完毕 请问对于吴志阳委员等几位的提案 各位有没有反对意见 没有 没有 好 那我们现在 退回啊 这个 那我们就来表决 好 赞成 赞成 吴志阳委员提案的 吴志阳委员提案的请举手 我们现在先宣布的 我们现在先宣布在场人数 在场委员 在场委员 在场 吴志阳委员 我对你 不是啦 你这个秘密是错误的吗 对你们 我给你很尊重 我们许法很清楚吗 你们既然 秘密是错误的 为什么你要这样搞呢 你们秘密是错误 为什么要这样搞呢 你们既然提了提案 秘密会主審 你为什么要这样搞 不是这样子吗 我是很祥和的人 我不喜欢这样弄搞嘛 我跟你讲 过去的错误不用现在搞嘛 我们在委员会嘛 一样在委员会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表决 赞成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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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就退回程序委員會 不對的事情不代表 過去不對代表 現在還繼續不對啊 立法院這沒有是非嗎 而且主審本來就是經濟委員會啊 不然為什麼國法會主委要在這裡呢 而且條款寫的是國法會 國法會是主管機關 司法審個什麼東西啊 你有什麼資格審 這是我們委員會應該有的 主席你要用強勢 強勢的人力 強勢的你們席次要來做表決 我只是覺得非常一樣非常一樣 不必這樣搞 你們什麼委員會人都比我們國民黨多很多 你要怎麼搞都可以過 但是程序正義 程序正義 你們要怎麼樣子整頓 怎麼樣整次 怎麼樣毀掉國民黨 你們有共權力在手上 你們也有多數的席次 我們怎麼也抗拒不了你 但你那個程序正義 立法委員 立法院的審查程序正義 你都不尊重 這叫什麼立法院 這還叫做真正的獨裁 好啦 那我們現在先不要表決 各位請坐 來啦 好 那現在這個剛才大家要求要這個尋答 現在請休息然後到主席台這個發言台那個登這個這個簽到那邊去登記 那各位各位不登記發言那是各位的權益喔損失喔 今天登記到登記到十點三十分 退回程序 我們要求退回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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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登記發言 休息十分鐘 那個你們搞錯了 我們我們委員會沒有權力退回程序委員會 那個要去院會提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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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